HELLO 大家好,我是孟仔 欢迎回到澳洲大小时系列 这系列将带给大家关于澳洲的数据、时事以及新闻 如果你有想要知道以及了解的问题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 那么废话不多说,开始我今天的影片 澳洲买车网站简介 本片的主题呢,着重介绍 Carsales这个澳洲二手车网站 在这之前呢,我会先介绍一下 其他可以买到二手车的网站以及方式 但因为其他的网站呢,并不是专业买卖二手车的网站 所以会有很多叠对叠的状况 也就是网路诈骗的问题 所以我只会稍加介绍 不会深入研究 大部分背包客呢 会透过以下方式找到二手车员 第一个是二手车商 使用Google Map 你可以找到很多二手车商 打入关键字 Car Diola 就会显示在你附近的二手车行 其他原厂车行,比如说 賓士 他们如果有写Used Cars 那就代表有卖二手车 而且也不一定要卖同厂牌的车子 也可以是其他厂牌的车子 但在二手车商这边买车呢 首先车价可能就没有那么好讲价了 而且最好是知道怎么检查车子 如果有懂车的朋友可以帮忙看车是最好的 不然很容易被当成盘先生 断起来上课 但跟二手车商买车的好处是 过户以及RWC 都可以直接办得好 省去自己去监理所周车劳顿的时间 第二个是青年旅馆 很多背包客在旅行或是移动的时候 都会住YMCA 或是青年旅社 这些地方是广交好友的地方 也是背包客资讯交流的重机站 即使你不住在这里 如果有认识的朋友 很多时候大家也会聚在一起 谈天说地或是周末打铁 在这里随时随地会遇到 要离澳登出的背包客 虽然这样的车子呢 大多已经转手了很多次 但通常价钱会很低 如果你懂得分辨二手车的状况 也许可以买到一台低价又好用的车子 第三个方式是Facebook Market 这几年Facebook推出这个功能后 越来越多人在Market上 买卖二手商品 你可以在这边找到很多二手车 只是通常这边的车子啊 讯息太过杂乱 难以分辨 而且这边很多卖家会把牌照遮盖 你就没有办法透过监理所查看基本资料 这样也大大的增加买车的风险 要买也不是不可以啦 上面还是有很多很有诚意的卖家 只是自己要懂得怎么分辨基本的讯息 有问题随时可以提问 我相信有诚信的卖家 都是很愿意提供信息的 多问多分辨才不会面交的时候 发现白跑了趟 二手车专业网站 以及其他网站比较 首先介绍澳洲版的eBay 这个网站叫做Gumtree 这算是澳洲的国民网站啦 大大小小的东西 大约都能在这里找到 像是车辆、船只买卖、居家修缮、家具买卖 长短期工作、房产销售、短期租屋以及更多 虽然这个网站很乱人 但也是因为讯息太多 有时候会看得眼花缭绕 实际操作一次你会发现 虽然基本功能都是大通效应 但却存在很多购物陷阱 所以如果要在上面买车 要多做功课 才不会又被当盘子断走 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查询基本的车级资料 可以看我上一支影片 澳洲大小17A、EP10、澳洲买车广源 这个地方呢 而且TOP都是广告 如果你买广告的话 你的车就会指定 点进来之后 你会看到4418个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就做一些调整 先从便宜的开始看 地点在维多利亚洲 基本上我们先不设定这个厂牌这些东西 先从价格最高1万块 然后年份的话 从2005开始 里程数最多20万吧 Transmission 自排跟手排 就是空调 就是牌照 其他我就不会选 然后你会看到 我剩下495个结果 这样就很好筛选 然后你就看 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车子 这边呢 你会看到10块钱 20几块 这通常是租车 或者是零件的价格 你不想看这个价格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个价格最少 1000块起跳 至于这1000块的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点去看 这1750 看它写什么资讯 这辆车子已经不能驾驶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那么便宜 而且应该也没有牌照 像这个网站 因为资讯很多 跟Facebook一样 所以你要自己去判断车子的状况 三四千的车子 其实可以稍微看一下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主要是看这个卖家的描述 它会告诉你一些讯息 我有看到一些是很OK的卖家 像这一个 这台车 可以先看到的描述 都很正常 这台车是维多利亚洲的牌 CPW 588 它说它的牌照到1月12号 应该是2023的1月12号 它有说它有附PPSR这个车辆检验报告 让我们看一下 它车辆检验报告 我发现这一个车辆 并不是这一台车的检验报告 你可以看到这个Mark 就是车辆的厂牌 写的是Mazda Model是6Lux 所以应该是Mazda6 我们来到监理所 这是维多利亚洲监理所 Vic Rose的网站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那台车是 CPW 588 然后在搜寻 那就可以看到 这边是它的牌照号码 20231月12号到期 所以现在已经过期了 它如果还想要车牌的话 它要重新检验RWC 这是这辆车的基本讯息没错 刚才有说嘛 PPSR并不是这一台车的讯息 而是一台Mazda6的讯息 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自己去分辨 什么讯息是真的 什么讯息是假的 专业二手车网站 Carsales 这个网站是专业买卖二手车的网站 不只是网站 还有APP 可以手机下载 另外同公司的 CheerAltures App 还可以买卖机车 汽车 卡车 空车 游艇 建筑机械 飞机 如果只是要买二手车 可以只下载 Carsales 这个APP就好了 所以在澳洲买车 我最推荐的就是这个 二手车买卖网站 因为界面相当的简洁明了 而且会主动要求 车主填写详细的车辆资讯 不用在这边跟车主玩文字游戏 对双方都有比较大的保障 当然这并不是说 这样就能保证完全没有问题 只是资讯越公开透明 风险越低而已 其实操作都是大同小异 我会先选择价钱最高以外 然后我在维多利亚州 这边就会显示 这里总共搜寻到了 3008台车辆符合我的条件 眼镜来看之后 你会看到这边 左边还有更多的选项 就比如说我要自动挡 年份最少2005吧 其他的你都可以再自己去选择 基本上我就先设定这些 还有这个价格从第一到高 我们可以现在开始看 他这边都有写 里程数是多少 车型 自动挡 引擎的型号是什么 像这一个是6缸3.6升汽油引擎 在这边有一些服务 你可以买到车子的讯息 但是基本上我们就先看车主提供的资料就好 下面有更多 比如说车子里程数 颜色 内饰颜色 自动变速4档 比如说这个是油耗 每100公里11.2公升 这里还有更多的讯息 非常非常的详细 但大部分情况都会先看这边 车主提供的讯息 可以看其他车子 像这个地方他会写说 这是私人要卖的车 这边一样先看车主提供的讯息 像这台车就没有包含RWC 其实它的价格很便宜 公里数也没有很高 但是我还是不建议大家购买这样的车 因为实在是太麻烦了 你自己还要去修这台车 然后再领排 真的是劳财商胜 其实现在并没有办法说从价格的部分 去分辨这台车的好坏 分辨一台车子 其实是有很多专业知识的 我也没办法说 跟大家非常详细的讲解 但是你可以透过我的影片 知道一些重点 那么一辆车的价钱多少 其实是挺主观的 但是也是有一些网站 可以稍微查询大约的市场价 你可以找这个Redbooks 找寻你看到的以及目标车子 比如说BMW 3系列 2005 就会看到有1282台车 他就会告诉你一个结果 我们把它稍微排序一下 然后你就会可以看到 他一个平均价格的range 但是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 因为一样都是2005的 引擎号码也是有分 比如说这个是318 这是320 又不一样 所以价格都是有差的 只是说可以让你当作一个参考值而已 并不是代表说一定就是这样子 你的心理预期价格可以放在差不多是这样的价格 通常这2008年BMW 3系列320 引擎号码1900 08年的车款 他的平均市场价 大约是卖4600到6400 如果你这个是卖给二手车商的话 二手车商大约是收2400到4200 所以价差非常的主观 我觉得都是要看你车子的状况 以及买卖时候的谈判技巧 然后回到刚刚的gantry 其实这里也有价格的倒价 但一样还是以实际的价格车况为准 因为分的非常详细 所以价格是会有差异的 他现在给的价格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网站自己有自己的评比 以及自己的评比标准 所以这个是非常直观的 找到车子之后 可以透过监理所 或是PPSR 找到一些车辆资讯 想知道详细怎么查找 可以看上一支影片 澳洲大小事企业 EP10 澳洲买车公铁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 希望你给我点个赞 顺便订阅分享 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